每年度凤山堂慈善会都会在科民工前发起两次捐血活动 广要社会大众一起捐血助人 日前的活动再次登场 因应近期血库有血黄情况 许多民众都专程前往捐血热血 凤山堂慈善会也请民众 都能够踊跃常与各地的捐血活动 以及一同加入协会来做公益帮助弱势 凤山堂慈善会每年固定会举办两次的捐血活动 然后如果有爱热血的朋友们 欢迎大家一起来捐血 因为现在血黄还算蛮严重的 希望大家一起来捐血活 然后参加有意义的活动 凤山堂慈善会的补助项目的话 我们就是会有疾难救助跟伤障补助 然后今年我们额外又多了一个 我们的清寒学生的一个奖助协军的办理 如果大家有兴趣 然后又是有那种善心 然后欢迎大家一起加入我们凤山堂慈善会的大家庭 凤山堂慈善会常年对于社会公益的投入 先怨也好除了钦佩之外 更感谢成员们的爱心 因为对于此次发起捐血活动 目击热血的用心 他也十分感谢 并邀请民众有机会都能一起来捐血助人 那其实凤山堂慈善会 不管是我们先的会长带领着干部 都非常的用心 时常在帮大家去做很多疾难的救助啊 包括伤葬的一些关怀活动 特别要感谢我们凤山堂慈善会 还这次一样又在我们的客民工历行的举办这个捐血活动 也希望借由 还把这样子的捐血活动推广出去 还能让大家捐出热血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还在这里也呼吁大家 每一次要是有捐血活动的时候 大家一起来响应 因为捐血不仅可以帮助别人 对自己的身体又是很健康的一件事哦 议长和尚丰肯定凤山堂慈善会发起捐血活动的用心 也希望在社会大众同心协力之下 能尽快补足血库存量 让血缘充足以便不时之需 帮助需要血液的民众都能够及时获得援助 记者卢一凯 朱山采访报导